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澳門的施警徵破了一宗涉嫌以換錢黨為詐騙目標的犯罪集團 起出185張練功權,拘捕主犯在內的7名內地男子。 其中4個人涉嫌預期居留。 經過查問,有人聲稱集團已經密謀三個月,第一次作案失手被捕。 涉案的7名內地男子年齡24至36歲, 其中涉及觸犯、巨額詐騙、收留及犯罪集團等罪名移到檢察院處理。 案情亦講道,27歲的男士主是一名換錢黨, 在澳門娛樂場從事非法兌換貨幣工作。 在今個月十二號凌晨時分, 就因為身上的港幣換光, 就透過換錢黨之間的微信群組聯絡其他換錢黨, 就要求換港幣, 就方便繼續從事兌換工作。 跟著雙方去到坦仔, 某一個娛樂場的藍廁都會面。 同時亦與犯罪集團負責交收的兩名男子協議 以8790元人民幣兌換1萬港幣的匯款, 一共換20萬港幣, 市主就將87900元人民幣轉帳去到對方指定的銀行戶口 之後就要求先交收10萬元現金, 然後再繼續交易。 但市主怎算的時候呢? 就發現到整疊銀紙入邊的第一張是真錢, 其餘都是練功卷, 於是即場向保安求助, 就捉到兩個人轉交給施警。 而根據查問, 兩個人就承認犯案了, 就說是三個月前已經開始跟這班同黨打算密謀作案, 之後施警就根據線索在哄制某一間酒店吸煙區和房間 就捉到其餘五個人, 四個人涉嫌預期居留, 全部五個人都否認參與作案, 這單案也是有待跟進的。 這單案這幾個犯人都算克制呀, 密謀了這麼久, 第一次出手就即時被人捉到, 其實這些練功卷的個案, 澳門發生了很多次的了, 我想這些換錢黨已經好聰明的了, 你其實只要逐張逐張去檢查一下, 就可以看到是有練功卷這三個字樣的了, 其實這些所謂的練功卷就是被銀行用來練習去怎樣數銀子的練功卷, 因為象徵度太高了, 所以就好多騙徒就會用來這樣去騙人了。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